这个重庆的孩子王应该是一个零售公司 因为孩子王的总部应该不在那 他们公司最近出了一件事情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而且这个口碑真的不怎么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孩子王的这个一个管联证的督察员结婚 人家结婚就把公司的同事都请了 也把重庆当地二十多个门店的负责人也请了 这下完蛋了 有人举报举报他利用这个结婚之变吃请 这么一个私营企业民营企业 这个搞得廉政这么廉洁 这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居然二十多人收了礼金多少呢 四千多 也就每人不足两百块钱的这么一个礼金 这就发红包的上限啊 微信上发红包上限不就两百吗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礼金 居然被人给捅出来 而且公司呢不依不饶 公司不依不饶呢 最后的结局是让他辞职 而这个先生呢也很生气 所以呢双方就逗上了 首先这位先生要索赔二十万 然后公司呢就给媒体写了无数封信 在网上写了什么二十个问答 热点回应啊 反正做了大量的公关工作 所以公司的公关部这时候起作用了 看来这些员工没白养 但是这公司把心思花在这些事情上 总归是不得人心的啊 目前来讲公众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公众的这个口碑是对这个公司来讲是致命的啊 孩子王这么抠抠嗦嗦的这个企业能把自己做好吗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对这样的一个企业 对他的产品要另眼相看 即使你把年正连接工作做得再好 不尽人情这一点 你作为一个给小朋友生产东西的 为家庭创造快乐的这样一个企业 你就没有实现你的企业文化价值所在 所以这个事情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很多人在这个网上掐上架了 那不知道你是支持哪一方 你是支持这位年轻的职员呢 还是支持孩子王的企业呢 在评论里面 视频的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